来了 兄弟们 这万众瞩目的线脸丝帝皇侠腰带 是终于到了 这一拿到就连天假夜 马不停蹄 叫夜不睡的再狂干了 兄弟们可以解 屁话真多 赶紧介绍 好的 包装非常的大起 开盒 有一层印有ERP的盖板 内容物用真中棉分开了 第一层有腰带本体 两侧的触发开关 五行金石 这里炎龙金石有两种图案 一个是TV版本 一个是电影版本 第二层是腰带 背扣 和电影版的边框 除此之外 手皮特点呢 还有一魔兽铁 六枚透明样式的合金 五行金石 和磁吸项链 腰带的外观做到了 1比1刀具级别的还原 毕竟是拿到了版权嘛 做工方面呢 表面没有看到滑横 水口之类的瑕疵 漆面也不要的平整 金色使用了类似于 青金的颜色 对比一下 中间这块边框是合金件 涂装很漂亮 基本上没有异色 那除了这块TV版的 还可以替换电影版的 银色边框 同样是合金件 两侧的触发开关 只有一块呢 是有效果的 另外一侧 虽然结构相同 但是内部呢 没有联动的IC组件 腰带的质感很棒 每一截呢 都是单独的链件 可以拆掉调整长度 内部是一层 银色的软胶 再搭配尼龙带 既有很高的柔韧性 也不会轻易的变形 不算尼龙带的话 有98厘米 加上尼龙带 还可以再增加一段长度 无论是像我这种肥老 还是小鲜肉 都可以满足 太极金石装入 转动 五块金石呢 都附带磁吸效果 往腰带上一放 就吸上了 既美观又方便 旋转触发开关 把它打开 装在腰带上 再回转固定 注意啊 有联动效果的 装在左边 往腰带上一插 解锁的话呢 要按动这里 背面的卡扣扣上 再装上背扣 就OK了 那说了这么多 重点还是它的 生功玩法 召唤器的背面 装上四节 七毫电池 左侧的触发开关里 装入两节 打开开关 启动音响起 点亮太极金石 随后呢 和五行金石一起 闪烁时下 按下太极金石 会有一段长达 22秒左右的 变成音效 除此之外 腰带还自带 五手BGM 按动左上角的 黑色按钮 直接播放 哇 也轻回啊 再按一次 就会停止 再次按动 会按顺序播放 下一首 接下来就是重点 触发开关 可以无限控制 15个音效 往左边旋转 有7种 右边有8种 这个无限控制 真的爽 解锁了新的玩法 因为时长的原因 我就介绍几个 有意思的 全部的音效呢 我放在视频的最后 左转第三下 终极地荒铠甲 这也太酷炫了吧 整块面板高速旋转 配合着电机和齿轮的声音 我也就完了 一整个下午而已 右转第一下 也是同样的效果 左转第五下 朋友们猜一下 这是什么音效 没错啊 这个大电影中 被此阳的好哥们 阿借刷坏以后 地荒侠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光效呢 也很有意思 五行金石 会不规则的闪烁 表现出了摔坏的效果 再来看一下附送的特点 一共是六张 四张远古恶兽 穷奇 混沌 饕餵 桃物 还有黑魔兽和魔石 其中只有魔石的背景 和背面颜色不一样 这就是电影中 和地荒侠硬刚过的 异能受的待遇吗 整体玩下来 朋友们感觉如何 如果满分十分的话 你会打多少分呢 我感觉啊 道具级别的比例 精美的做工 别出新材的磁锡设计 和无限的遥控玩法 都很加分 那经济能力满足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 下面进入正片 缩曹岐 缩曹 缩曹 地荒鞠 中击地荒鞠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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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击地荒鞠架